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大仙 本期带给大家的是一个 荣耀大神常用的绝活套路 尚可收万千射手于箭中 下科展寥寥战士于马下 不管他是坦克还是输出 此招一线必将是万籁俱技 涂炭生灵 后人称此招为光性平A流 光性被动挥耀利刃 施放技能后下一次普攻 会提升攻击距离 增加50%的额外伤害 同时减少所有技能CD一秒 减CD咱们就不说了 这50%的伤害提升可不是个小数目 细心的同学应该还会发现 伤害提升的部分还会触发暴击 这让本来就是个炮台的光性 又多了一个输出手段刷被动 光性的每个技能都需要持续施法 虽然输出可观但极不灵活 如果光性利用被动平A为主要输出 就可以实践想打就打想走就走 灵活的像一个兔子同时输出还很高 这不就好起来了吗 那有同学就会问了 光性被动哪有那么好刷新呢 还不得先丢技能吗 技能介绍虽然是这么写的 但实战中我们发现有很多技巧 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刷新被动 一技能希望之月 我们如果利用秒点秒放来刷新被动 你会发现这个技能有较长的施法后摇 实战中你这花里胡哨的乱交技能 人家不揍你才怪 高手光性都是利用一技能蓄力取消施法 简单快捷的刷新被动 不仅实战效果要比全部释放要快了不少 还会返还50%的技能CD 更便于你下一次刷新 那二技能相对而言就简单多了 你拖住二技能不放 光性就会释放至多四次剑气斩 倘若你每秒点一下二技能 光性也只会有一个小抬手的动作 二者都可以刷新一次被动 那一般运用到实战中 建议稍微拖动二技能 待光性放出第一次剑气后 松开衔接屏A 此时肯定会有同学担心伤害流失的问题 刷被动接屏A操作是挺帅的 那伤害跟以往的操作习惯有什么差别呢 那这里我们做了个简单的测试 以这个脆皮印证为例 我们二技能一段伤害是1561 随后衔接屏A打出的伤害是1387 和742点宗师强化的伤害 虽然后者伤害比前面多了一些 但差别也不大 再试一次 二技能第一段伤害打出了1551 随后屏A 一不小心触发了暴击 2758的暴击伤害和960点宗师伤害 实战中衔接大招和第三段屏A 脆皮轻刻倒地 谁还能质疑屏A光性的出出呢 基础连招2A 1取消A 3A 打个400点抗性的脆皮也就2秒接近11000的血量 我说一句脆皮吃满伤害都得死应该毫不夸张吧 有了这样的基础伤害 剩下的只是熟练度的问题了 除了取消一技能流畅度需要练习外 还给大家在科普几个CD满的情况下 理性比较实用的连招教学 第一套一闪四连 这套连招使用一闪骑手 草丛一闪大招二技能 打一段后接平A 一技能平A秒杀脆皮 前中期干客敌人十分好用 碰到没有位移的小脆皮 一套直接送回泉水不在话下 第二套大闪顺杀 操作步骤大招起手 闪现接一发平A 二技能打一段后接平A 一技能取消平A 这一套即使正面交锋也最为实用 找准机会闪现跟进伤害 对面前排正准备发起冲攻 却发现自己输出已经倒地了 这游戏还咋玩 最后就是光信的备战明文了 银眼之逐或者冷静之觉 暗影战斧 破军 忠实之力 明刀 碎星锤 被选装备 反伤刺甲 魔女斗篷 破魔刀 明文备战为七隐力三寿力 十一眼九亿变一货元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相信认真看完了你 选一手强势光信 那可就是上分如喝水 什么谁喝你了 开瓶壳了 咱们荣耀王者再相见 各位拜拜 咱们不见不散